中文字幕 李宗盛 在2009年 有个很好的机员 来到内湖金融路的组织会 组织是组织会 就这样子的姻缘 我就回到美国的结果 一直到现在八年 当中2012年的时候 第三次邀请康英师去美国联奖的时候 当时到了我们的推广站 看着我们所做的 然后当了我所有的志工面 而且还是不是说 肯定你们怎么做出来的 肯定的志工还要差 各位 坏的是你们做手的感情 我真的说头鸡鸡鸡的 然后大部队有个洞的专利学 很明显 但我心里想说 这种救人的千秋大业 如果说我自己站着不稳 理论不是不够扎实 是吧 不够精准 那我是不是会带出来一些志工 都说我所谓的一忙导咒 对不对 所以我说我敢 我敢 我绝对敢 诶 上一次大家看到我这么谦虚 对 你们要不好学 大家要谦虚 不好学 我绝对敢 那我就是说 还在安慰 我说你不要安慰 这是我浅草谈醒的浅草机会 你们都没有 没有这个福报 你们都没有浅草谈醒的机会 我做我有 对吧 对吧 大家隔了几天陪她去西雅图 陪她去西雅图 陪她去西雅图的意思 对吧 只有我啊 虽然不好也要充速啊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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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帮我揉一个 散开一个 我让你揉 揉一个 他回一回说 诶 你这个人怎么那么快就开窍了 我说可以 有的味道啊 想说一路下来 一路下来 那到了现在已经慢慢了 巴黎了 2012年我们去马来西亚的时候 我就跟他一个报告说 我说我回去以后啊 要去做重镇 过往之前都是做些山洞 山洞 我说我回去做重镇 你看老天人多迟了呀 我说我回去回美国做重镇 马上就来个50年的红丹堂唱 没有看过没有 没有 看过啊 我们花了一段时间把它调理好 这样就有事情 那么 这个中间 我们也开创了 在美国跟加拿大开创了好几个点 我个人觉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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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原始点是一个很好的 很好的东西 骗你救人即逝的东西 但是不能搞个人崇拜 不能搞个人的这种这种 所谓的英雄式的这种这种 这种 这种啊 为什么呢 很多犯人说 哎 曾经你就是要你帮我做 我看着你我就觉得自己好一半 我说你真的错误 你这种人 我告诉你 我绝对不会帮你做一次 那懂了吗 我们在旧金山培养了二十年的事工 我们在三小学 各位说到三小学吗 这种西谷花 那西谷那边 今年三月份曾经一个推广点 曾经一个推广点 到今天为止 我们有超过将近三十位的事工 这些事工是去年五月份 我们才开始教他们 他们些人都可以独装一面 为什么能不能独装一面 因为重症患者来的时候 我会亲自去接待 我会把我所有的那些事工叫给他 来 你们在旁边围起来 我就问志工 问他的情况 啊 然后你他心情状况以后 我就跟志工说 要该怎么做 怎么配合 我们第一次做给他看 第二次来 我做给他看 那我做第一次第二次的时候 我们所有的志工 全部都在旁边看 第三次我说 来 你可以做 你可以做 我们就接你来做 要懂了吗 比如说 每次说 我这种民心事务去做的话 各位 做几年 你只是说 我再成绩我设计 那你记得吗 所以我常常跟我太太讲说 我们要用一种方式 什么样的方式呢 各位 如果你没有去过医院 没有关系 我讲给你听 早上的时候 那个主事带风 主任会我来查查 对不对 主事带风 是带你大学 小丘班的 有没有 各位 如果你的手法很精准 你这种资深的 那拜托你们 大家养成一习惯 就是你在跟患者接触的时候 你带一些更关的 好不好 你的经验 你在跟患者沟通 他们全部学到了 全部学到了 多快 怎么操作 要聚业什么东西 一来 讲了半天 我说我给你挑药方 他说原始点好 一定要找我们 我给你挑药方 什么药方 不要吃甜了 不要吃酸药 少吃鲜果 做不得了 我做不得了 好那算了 你不要抬了 这就简单了 懂吗 患者来 因为我们有信心 我们有绝对的信心 都可以好 真的 绝对的信心 志工自己本身 理论不够扎实 俗法不够精准 不够深层 不够到位 不够到位 没有技巧 你就志工通过 跟患者去做 做三四半就走 做三四半就走 心里要给他建立一些感情出来 其实原始点成功 不是在于手法 不是在于理论 不在于爱的复苏 你听懂吗 那个爱的复苏 当你爱的复苏 感动到患者的时候 他的身体 说实在话 就好人一大 一大半 我不晓得各位 有没有这种体验 有没有 一定要爱的复苏 爱的复苏 是一个团队的复苏 不是个人的复苏 所以我在 我们在 在波尼哥华 在卡加密 在波伦多 在纽约 在达拉斯 在洛杉矶 在西雅图 在这些点里面 我们都跟他们说 爱的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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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志工啊 七点半到九点半 是我们今晚的时间 但是他六点钟就来了 志工六点钟就来了 他说这是我大家庭 我要看缺什么东西 我要整理什么文件 这样子 九点半结束了 他十一点还不走 他说 敌尼里 洛杉矶 你把一些 你们以前做的案例 跟我们分享 到我们学习 学习 各位你知道吗 所以来到这个环境啊 不是张典个人的出书 所以原始点 原始点说实在话 真的是一个 当今 当今 我们会 救人的一个工具 但是 怎么去介绍 怎么去操作 这个责任 在我们的肩膀上 在我们这一群的经济上 今天我们推广全世界 不是为了张典个人去推广 不是为了我发挥我的爱心 我的慈悲心 我的义工的心 去推广 不是 我们今天在结合所有人的力量 怎么样把这个种子 散播到全世界 那这个事件 是在座的每一位都有 是个付出 是个teamwork 是个teamwork 否则 A队做了一个case B队不知道 B队做了一个case C队不知道 同样一个时间 同样一个A队里面 某某人的重病 其他人都知道 各位 信息的互通啊 是很重要的 然后信息的互通 会导致 会产生怎样好的效应 会产生说 每一个人有参与感 都没有容约 都增加信息 因为这八年以来 我跟东南带了一些志工 我们在国外 我们有无比的信心 所以很多患者一来 我说 你这个六十个就会好 你这个三个月就会好 你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信心 我说我做错嘛 你只要听话 我给你保证 两个月就会好 这有些人相信 这有些人相信吗 有些日本人的刘比姐 大家看过没有 看过了就是 好 我说不多嘛 他来的时候啊 那个学生就跟陈大明比 他们还要厉害 我说你进化 我说六十年 两个月让你好 我说张医生就可以让你 完全恢复 他刚开始不相信 不相信 那中间他还会反反复复的怀疑 那你要有信心给他打气啊 这就是爱 软的硬的都要给他 好了 好 好 来 陈大 交给你了 各位亲爱的志工们 大家下午好 好 好 我叫Luna 刚刚陈经理也介绍了 我们从2009年一路坐下来 虽然这段时间 我们坐的蛮多的伴子 但是其实我知道在座各位 也是跟我们一样 也是服务了很多的人 其实在这里面我相信 有做的比我们更好的 也有比我们更有爱心的 我也相信有很多都是经验很丰富的 今天大家愿意坐在这里 来跟我们做一个交流跟分享 其实我们没有比各位好到哪里 我只是觉得我们借着大家有这样分享的机会 我们把我们做过的经验 然后我们的这些过程 或许可以大家互通有无 对不对 互将学习 我倒不认为我们做的方式就是最好 说个病 你们听一听我们的方法 你们觉得可取之处 你们可以把它发扬起来 如果你们觉得我们有些地方 也不一定如理如法 那么我们也很希望 其实我们也是来取经的 我们也是来这里的 每次回来 其实我也学到很多东西 我经常跟曾经理讲 其实我们的志工 有很多地方都是让我很敬佩的 我看到他们的付出 其实我是很感动的 所以其实这一路走来 从开始做原始点到现在 我觉得我们都是在学习的 那也因为在学习 我们就会越感 会越做越感动 尤其在很多患者 看他们从绝望中看到希望 这就是我们想要做到的 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 今天愿意花这么两个小时的时间 来做个交流分享 其实你们也有很多宝贵的经验 那么我就用案例 我们做过的案例 怎么样成功的做成的案例 这个中间的过程 是志工怎么样的付出 然后患者怎么样的配合 在他的反复过程当中 我们遇到的是什么样的难题 然后我们大家又怎么样 共同的来解决 然后这解决的过程当中 我们又遇到了什么挫折 大概就是类似这样的案例 来跟大家做一些说明 好不好 这样就会比较实际一点 再来就是因为我们在上个月 刚好开了一个全美国的封闭式学习 我们就请很多已经做好的重症患者 这些重症患者有一部分就是在 回来当志工 所以是很感动人的 因为他们可以现身说法 那另外有一部分呢 他们远在世界各地 那我们都把他们请过来 让他来跟我们分享 所以其实有很大一段的影片 可以跟大家分享 张医师一直在催我 快点做出来 快点做出来跟志工能分享 不过因为很忙 所以只做了一两个出来 可是这一两个 已经让我们都觉得 我们可以学到很多 因为好像我们讲 以人为本 以病为师有点口号 其实真的看了他们在讲 我们才会感受到 什么叫病为师 因为他们真的 才是我们的老师 因为我们看案例 看他一百四十几天好 一百五十几天好 两个月好 看起来都看到好的结果 但是这个经历的过程当中 其实他是怎么接好的 那志工是怎么付出的 那种爱心的这种 那种感觉跟付出 其实是很值得 我们细细的去思考 去观看 我觉得一路走来 以前我也觉得我很慈悲啊 像很多志工 看我都说你很慈悲啊 其实有时候在做的时候 都会自己访问自己 我真的很慈悲吗 有时候九点钟打扬了 还有人来 我就会告诉他 不行你明天再来 我们志工都好辛苦喔 你们怎么这么晚才来 然后陈经理就走过来说 欸你从哪里来啊 没有你那么远啊 不然两班车 来来来进来进来 然后我就提醒他 他这么晚了 再做做到十一点了 然后他就 不好意思当面指责 但是从这个地方我也在学习 对不对 他一定是有求于你嘛 但是我们有规定 我们规定九点你就不能进来 所以我们往往会在心里面 先树立一个我们的规矩 然后就显现不出 那个爱心出来的 所以呢他就说 没关系啊 志工休息啊 志工很辛苦 他们先回去啊 我们两个可以做啊 对啊 我可以做 欸这从中做 就也比较了 怎么叫做爱心了 然后其实有一次 我们已经都结束了 门都关了 然后就开门出去 结果又来了两个患者 然后就说 欸对不起对不起 你们又出去了 然后我就正好要回答 陈经理就拉着我说 哦没有我们刚回来 我想说我们刚回来 我们跟人家约了 但是也是要去看一个患者 这么急 他说人家远到门上来了 一定有急事嘛 然后他就往下进来进来 那个人就是膝盖痛而已 很简单嘛 屁股揉一揉 帮他做 哦好 然后我就拿个皮包 就在那边转来转去 就在等他快点啊 对不对 他说去把皮包放下 你这样子人家很紧张啊 觉得好像你好像有事啊 你不可以让人家患者 有这种感觉 所以后来我就是在想 其实这是很细微的地方 对不对 可是就是给人家一种感觉 那种feeling不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 从开始做原始点 每一个地方都是在学习 然后呢 你也会从 从他的这种做法当中 可以检验一下 一些念头 哦 所以呃 我们放一个 我们最早期做的一个 红带姓郎昌 哦 这个案例呢 是我们那个时候还不知道 像老师的便因里面讲的什么 重症啊 虚弱无力啊 哦 然后呃 会便便他到底要先温敷啊 或者 那时候老师还没写便因啊 嗯 那这个人就已经来了 那来做的时候 一做就昏倒了 那个时候都不知道 但是我们怎么样把这个 我们看完的这个 我会把它剪短的一个短短的过程 我们看一下 用这个案例来跟大家做报告 我今年66岁 自16岁起身体陆续出现红斑 逐渐扩置全身 红斑处流水很痒 经医生诊断为红斑性狼疮 这些年来 我找遍中西医都没有效果 毫无改善 西医告诉我没有得医 这些年来 我时常胸闷 睡不好 头晕 走路也不稳 手脚冰冷 没有力气 体力一天一天 愈来愈弱 血压高 胆固醇也高 心脏肝肾都不好 生命对我来说 是一种痛苦 一种折磨 2013年有朋友介绍我 到张昭汉医师原始点推广点 志工介绍我原始点理论 每天都煮姜水给我喝 每天帮我按推两次 并交代我要24小时温敷 推广点的志工 试着用姜泥涂在我的红斑狼窗上 再用保鲜膜包起来 刚开始几天很肿很痛无法忍受 一星期后 我可以维持12个小时才拿开 皮肤也不再流水 也比较不痒 有些地方也开始慢慢结痂了 以前我爬楼梯三节也爬不上 现在爬楼梯40节也可以了 体力改善了很多 身上的红斑也消失了很多 也不再那么痒了 12月8号开始 每日早晚全身按推一次 温敷12个小时以上 每日饮用有机干生姜片熬煮的姜水 每日用姜粉加水呈泥状 涂抹在皮肤上 用胶布包住至少12个小时 需要停止使用 然后在红队中 就让你出现了 一段时间的时间 一段时间的时间 也不再来 一段时间的时间 要注意到 能够行判断 要注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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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没有判断 它们都要注意到 这些人 至于不开了 你不开了 所以大部分都看过 可能是新来新加入的志风 所以没有看过 所以我把他很多跳过去 大家如果要看完整版的 在网站上再继续看 那我刚刚就把 这一个案例放出来 是因为这个案例呢 当时都没有去想到 从来没有 没有想过说 从来没有 红麦青囊餐原始点做好 然后我们是第一个案例在做 从来没有这么想 只是当时来的时候 陈经平他就觉得很有信心 因为我们已经做了 这么多的类似的案例 那只非常的清楚知道 就是提商论人都从这里着手 相信他也是一样的 那么唯一觉得的就是 因为他这么虚弱 他把案推完他就挽回到了 这一段没有写出来 结果有没有看到 我们上面讲经过了多少天 一百四十一天 这一百四十一天当中 每天按推几次 两次 所以他每天早上 他还可以上班的时候 他就上班前到我们这边 然后呢 他就去上班 下班以后 神经理家就要再回来 所以他一天按推了 那么这两次呢 来按推的时候 神经理都交代我 等一下花点钟他来 弄一点早餐给他吃 所以我就煮姜面线给他吃 每次来晚餐来 也要弄给他吃 对不对 那我又是姜炒饭给他吃 所以他在一百多天里面 不是姜炒饭 饭炒姜就是面线 姜面线面线酱 就是这一类热性的食物 因为不放心他管吃 还有他是一个人 他又这么虚弱 他没办法煮东西 他可能都会去外面买外卖 美国的外卖 其实都是寒粮的东西 所以呢 神经理就告诉了 这一段时间在治疗过程 你辛苦一点 反正你就多足一点给他吃 那我非常乐意的 那么他就说 每天就给他喝一点姜水 你给他带去 我就说好 他就告诉我 他不能喝跟我们一样的姜水 事工喝的姜水他不行 另外用一个锅给他煮 要用一百八十克给他煮 煮浓一点 所以我每天早上的工作 要帮他煮一罐 用保温瓶 他拿来 我就帮他煮好 给他带去 办公室喝 喝完了以后 他再拿回来 晚上要走的时候 帮他全身都敷完了 然后再把他 满满的一罐带回去 然后他就再喝这一罐 姜水 那个天空了 他再带过来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 当时我还跟陈经理讲说 哎呀他总要自己做吧 不过我给他做 你看他有计较啊 他就说没有 你先给他这样做 为什么呢 我们这个过程 就是要这样的疗效 他会好 他按照这样做 他一定可以好 可是如果他很累 他觉得很辛苦 他都没做 那不就是前功尽弃的吗 那密集 我们讲密集才会安打 才会得分吗 你这可以给他做一个礼拜 他刚刚手 涂啊 你们有没有看过 红班信狼仓的人 有看过的举手 哦还有好几哦 几位看过 红班信狼仓的人 他一抓一破皮啊 他血水是一起流出来 当他躺过的血水的地方 明天又 又是一个 一个窗口出来 所以他没办法 根治的原因就这样 所以他来的时候 他是用 商户包起来 他为什么要包起来 他说他怕他去抓 因为一抓 那么一破皮就 就扩散了 可是知道包起来 短暂啊 当他晚上睡觉的时候 他有时候真的 就会把他打开 然后拼命抓 那其实是更严重的 而且长得没有很干燥 所以那个时候来的时候 陈经理就跟他讲 你一定要把他打开 你要干 然后呢 他就帮他涂手 手涂完了 然后呢 要涂大腿啊 当然男士要帮他推就不方便啦 我是走得远远的 因为我看他好害怕 然后他就说 欸 露娜过来 我就过来 你帮他涂大腿 我好多支钩都在看我 我其实 但是我不敢欸 其实那时候刚开始 我说实在话 我心里面 你们是看不出来的 还是看到我笑笑的 哦 好好好 其实我心里有点害怕的 我想说 哎哟这个还有血还有水 然后要我跟这样子涂 那我就赶快去找手套 但是我心里一直在想 哇 怎么要叫我呢 我就一直在想 陈经理想就叫别的志工 怎么叫我 然后之后陈经理告诉我 我们都做不到了 怎么可以叫别人 对不对 第一个 第二个 当我帮他涂完的时候 我就克服了我心里的障碍了 我就在教我自己 这才叫慈悲嘛 你能够视患者为亲 这句话我们都听到过 也都还蛮熟悉的 但是你真的能帮他涂 而且你还能够觉得 很有爱心的去做这件事 这是很不容易的 我自己是这样过来 我很清楚 所以当我一次一次 这样帮他涂抹的时候 我觉得我也成长了 我也学习到了 所以我也告诉我自己 其实慈悲是学习来的 是不是 各位说是吗 是 所以当我们这样每天帮他做 然后看他每天体力 一直越来越好 我们如果跑到四十阶楼梯的时候 哇他也很高兴 额也很兴奋 所以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对不对 当他好起来的时候 他觉得这就是他的家 跟我们融合在一起 对不对 对不对 对不对